各位,上個禮拜我們主要是增加了幾個欄位 第一個欄位是年,第二個欄位是區 第三個欄位是路接道 然後我們分別把這個公式把它給做出來 其中的話當然我們用到這個是切前面三個字 所以用LAT C2裡面的三個字 然後第二個的話是區 區的話是這個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H2裡面的第幾個字 第四個字取三個字 所以四取三 所以公式就得到了 那最難的應該是什麼 是這一個 一串有沒有 那裡面的話當然 最重要是用什麼 先用PHY PHY那個0 那個字有沒有 PHY0 所以第一次公式是做這一個 第二的話呢 再是PHY裡 再PHY區 所以其實做的方式的話當然 你可以這樣就是分階段做 所以最難的地方應該在這裡 也就是說中間在Pay or Eiffel 那以後如果遇到像這種資料 就是說如果你假設 不確定說它是在哪一個字的位置 那你就必要用這種方式做 不然的話你就突發煉鋼 突發煉鋼那不得了了 這資料這麼多怎麼突發煉鋼 所以理論上的話 我們就這個 這個答案 我把重點回顧一下 這個的話其實就是 第一步的話就是先PHY PHY什麼 先把這資料刪掉 比如說呢 第一個啦 當然你可以先找一個有0 如果找不到的話沒關係 你先PHY PHY的話你先用什麼 我們先用PHY函數 PHY什麼呢 PHY這個字 應該是什麼 PHY0 所以你先把0打上去 然後呢 再來就是說讓它去找什麼 去哪邊找 去這邊找找看有沒有這個 如果沒有的話 它會出現錯誤訊息 請Value 意思是找不到 那我們往下拉 你會發現 其中好像在這個 這個資料裡面就有0 比如說這個資料裡面有0的話 那我接下來可以再來找什麼 利用這個資料 這邊這個就是 我這邊是FG6 然後把這個公式剪下來 不包含等號 再讓它繼續找 再讓它繼續找的話 你可以用ifL ifL的話呢 跟它講說呢 你幫我檢查看看 找到的裡面有沒有錯誤 如果像上面這個有錯誤的話 那就跟它講說 你繼續幫我找0 再往上就是0 所以這邊的話就改成0 OK 然後往上填滿 有沒有 上面就有幾個OK 這邊這個還是不OK 為什麼 因為它前面是區 所以呢 如果說我要修正這個問題的話 一樣的方式 再把剛剛的公司再減下 有沒有 然後再貼到剛剛的ifL 因為如果出錯的話 那跟它講說 你繼續再幫我找什麼 繼續再幫我找 所以把剛剛的公司貼到 ifL裡面的value 如果出錯的話呢 那就幫我繼續找區 所以喔 繼續找區的話 可以拿這個公司複製一下 fine括弧 拿這個來改 那改成什麼 把這邊改成區就可以了 好 那這樣按確定之後的話 向上填滿 那你會發現呢 理論上喔 這樣應該就全部OK了 那也就是說啦 反正這個規則找到了 反正它那個什麼什麼路 什麼什麼接 前面那個字呢 一定是0 不然就是0 不然就是區 如果還有別的 反正你就再加就可以了 OK 接下来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公式再配合MID 所以减下来再插入MID函数 然后做什么呢 跟MID讲说我的资料在这里 我要从刚刚找到那个字 star number就是从刚刚找到那个字 0或里或区的这个字 的下一个字所以加1 因为我要找比如说这个是里 里的下一个字 从万宁接 那记得这个一定要加1 然后再让他去算一下几个字 那当然这边是看到三个字 不过理论上你输入3 按确定你会发现向下填满 会大部分应该OK 可是少部分像什么 像乐群2 路就没有了少一个字 所以不是每个都是三个字 所以怎么办呢 这个比较麻烦就是要算 那怎么算 其实有个方法就是把刚刚这个规则 这个邻里区把它复制贴到底下 那把它改什么呢 改成路接到 因为后面这个字刚好它固定规则 要不就是路 要不就是什么 要不就是接 要不就是到了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公式其实还蛮万用的 也就是说以后你要找那个固定规则 头跟尾的方式 其实都可以套用 然后再减掉什么 减掉路接到的位置 这样就可以算出来了 总共三个字按确定 向下填满 这样的话 四个字的就出现了 四个字的 OK 理论上 这把它向下填满了 应该就会是正确的路接到了 不过可能就是比较容易出问题 就是说它提供的地址本身 如果有问题 那当然也会出错 如果那一笔有问题的资料 也许你可以把它考虑把它删掉就算了 因为那个或者是把它 再去查证一下 OK 好那做完之后的话 这上个礼拜我们做 其实我们后来又统计了年的折线图 统计哪一个区的治安最差 然后哪一条路 前十名 最差的前十名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就要延伸 就是把它再改成聚集VBA 那什么叫聚集 其实基本上的话 这个请各位 这个我已经把它写出来 这个等于是 请各位待会的话 把函数复制一个 改成什么 改成聚集 也就是说 请各位呢 再复习一下 前面的那个聚集录制 那聚集因为这个前面做过 所以我就不演示给各位 请各位就是做两个按钮 一个按钮是清除 清除什么 清除那个黏跟这个区跟 这等于是这三个栏位把它清掉 然后再把它恢复回来 所以你可以先彩排一下 彩排的话怎么彩排呢 第一个先录制那个输出 录制怎么录制 往下来一样再点F 所以其实你等于是做三次通道动作 三栏嘛 点一下这边打勾 都向下填满 这样就OK了 然后清除的话呢就是什么 游标放这边 游标放这边Ctrl Shift向下 然后Delete 所以也是做三次 游标放这边Ctrl Shift向下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 这是不是有一些共通性 是不是有些直接录一次来改也可以啊 这个请各位试试看 把那个这个地方的聚集录下来 那录的部分应该还记得吧 一请你把开发人意叫出来 二的话呢 请你把那个录制聚集 也许先彩排一下 那彩排的话也许就第一个 就是什么什么聚集 这个叫什么 叫年 叫区 录 OK 反正就是年区录 是这样简单一点的 聚集 然后按确定 那就开始了 一游标放这边 打勾 Ctrl 点两下 好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再点一下 打勾 然后再点两下 所以做一样的动作 就是分别点这边 打勾 点两下 好 这样就完成了 停止录制 再另外一个就清除 清除的话就是 录制 然后这边叫 叫清除聚集 好 然后按确定 然后 已经有取代了 一游标放这边 然后 Ctrl Ship 向下 这个前面讲过 Ctrl Ship 向下 会向下 追踪 然后 delete 好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再点一下 F2 Ctrl Ship 向下 然后delete 所以哦 那个录制聚集里面 清除的部分 我是建议一定要Ctrl Ship 向下 因为如果你没有Ctrl Ship 向下的话 它变成说你要用滑鼠一直往下选 那会很浪费时间 而且哦 你如果用滑鼠选的话 将来录下来的范围是固定的 所以如果你假设 资料有增加或减少 那也会出错 OK 所以游标放在G2 Ctrl Ship 向下 这个意思 好 这样就OK了 停止录制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聚集里面 就会多一个什么 这个清除聚集 刚刚录的 然后这个 这个年趋录 这个聚集 你把它执行看看 有了 有没有 然后再另外一个是 清除聚集 清除 那当然你也可以再看一下里面的程式 这个编辑一下 它会跳出Video Basics 就这个 你可以看到哦 基本上哦 这个录制的话 它其实可以分成三段 第一段是年 第二段是区 第三段是路接道 所以你可以看到了 基本上应该可以从这边分 这一段有没有 应该就是LAT 这一段的话呢 是区 这一段的话呢 是路接道 不过你会发现哦 好像有很多地方是一样的耶 游标放哪里 输入公式 有没有 然后自动填满 然后选取 不过好像这个选取多余了耶 所以其实哦 最后一行哦 就可以把它 其实砍掉应该没关系 所以其实就剩三行 这可以砍掉 有没有 如果你假设要再让它变小 变短一点的话 你执行看看 最后一行其实可以删掉 有没有 其实最后一行好像是多余的 另外的话哦 其实还可以让它简化 什么简化 其实像游标 slate 然后再输入公式哦 其实根本不需要 你可以把这两行变同一行 我看一下 可是没有selection 因为它其实哦 录制的时候哦 如果有select的话 它会变成有一个selection 但是如果你没有select的话 你就不会有selection 所以哦 如果你假设 假设啦 如果你要简化的话 其实你可以把这两行 select跟 active sale 其实可以把它delete掉 变成两行变一行 为什么 因为其实它 它意思就是在 d4里面输入公式啊 OK 所以其实哦 你这两行等于是有点多余 点一下再输入公式 跟直接输入公式 那不一样嘛 所以其实这边应该可以把它delete掉 像写成这样 但是底下这个自动填满哦 因为没有select 所以就不会有selection 那你可以怎么改 可以把这个range 第二呢 Ctrl C 然后把它盖掉 就是selection 把它盖掉 这样可不可以 其实理论上应该可以哦 我试一下好了 因为我印象中可以这样做 把这个清空一下 我们再让它弄一下 如果没把握的话 我建议你按F8 F8的话就是主航跑 先输入公式 有没有 然后再向下填满 诶 OK的 所以你会发现哦 写下面这种方式 跟写上面这种方式 结果一样 但是上面好像感觉比较清爽 所以如果你要改的话 你可以改成这样 把这两行拿掉 然后加个点 有没有 这个公式输入 这个储存格 输入一个公式叫这个 OK 然后呢 再把它向下填满 那填满的 其实它没有selection 所以如果假设啦 你这样执行 输入公式 下一行我看应该会出错 为什么 因为它会 出现错误 它那个selection 没办法让你向下填满 所以哦 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selection 改一下 改成这样子 那不就OK了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两行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改完之后 其实程式相对会变比较清爽 而且以后如果说 你要做一样的事情 那你不如就是什么 甚至拿这个来做修改一下就好了 所以你会发现 这样改 OK了 所以 请各位试试看 先录制聚集 然后再来做 这个简单的修改 所以录完之后 改完的结果 大概就长这样 好 请各位试试看 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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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君